其实早在46年前 斯皮尔伯格就用他的第一部科幻片否定了黑暗森林法则 也正是因为他这颠覆传统的思维 才使得这部影片成为了科幻电影的里程碑 再奠定了沿用至今的外星人形象之余 其惊艳的特效场景放到现在也依然震撼 这天 一艘消失了40年之久的游轮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蒙古沙漠 专家们都被这超脱场里的一幕惊掉下巴时 更多诡异的事件也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接连发生 先是地球另一端的墨西哥 也凭空出现在了索诺兰沙漠更离谱的是飞机不仅完好无损 甚至还能够正常启动 唯一不知所踪的也就只有飞行员了 一头雾水的调查组第一时间就找到当地居民问询 可得到的答案却更让他们懵逼了 对方居然说昨天晚上太阳出来了 并且还给他唱了首歌 专家刚想骂人 可看到他脸上格外明显的晒伤痕迹后又活生生地咽了下去 再是美国印第安那州的空管中心 他们突然接收到两架航班的求助信息 两名机长在同一时间声称在其航线上遇到了不明飞行物 可就在即将与之相撞时又离奇消失了 也就在同一时间 附近的小镇突然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停电 由于没有任何征兆 电力公司的巡察员阿强也只能沿着线路巡察 可行驶到半路 他就见到了让他差点吓尿的一幕 先是一旁的信箱毫无征兆的剧烈抖动 接着又一道耀眼的圣光从天而降 他差点就以为是上帝亲自来接他上天了 这时车内的一切也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 可就当他以为狗命不保时 圣光在下一秒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切又平静的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缓过神的他试探着抬头望去 静赫然看到一艘不明飞行物从他头顶飞过 强烈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 阿强犹豫了一秒后就赶紧追了上去 在驶进一个弯道时 他却差点撞到了路中间的孩子 他赶忙下车查看 才发现这里也全是被不明光束吸引过来的吃瓜群众 在所有人焦急的等待中 三艘格外绚丽的碟状飞行物在众人眼前缓缓划过 身后还跟着几辆警车 阿强见状又迅速跟了上去 眼看飞碟正要加速 其中一辆警车猛踩油门 谁料却直接撞破栏杆飞下了山坡 众人眼睁睁看着飞碟消失在天际的同时 整个小镇的电力也恢复了正常 但异常兴奋的阿强仍旧没有缓过神来 回到家的第一时间就将妻子从床上拖了下来 接着又在三个孩子生无可恋的状态下 强行带着他们再次感到了飞碟消失的地方 而由于消息的扩散 这里也已经聚集了无数想要见证奇观的吃瓜群众 在持续数天的蹲守之下 神秘光束竟真的再次出现了 所有人无比紧张且期待地等待着奇观的将领 然而等光束来到跟前 众人才发现这竟是两辆军用直升机 看到直升机粗暴地将众人驱赶 敏锐的阿强也意识到这明显是他们想要掩盖某些真相 可事态的发展却仍在愈演愈烈 在北印度的一个山谷中 成千上万的信徒正虔诚地膜拜着显灵的太阳神 收到消息的调查组迅速赶往现场调查 因为信徒们也声称昨晚在这里看到了太阳 并且太阳还给他们唱了首歌 正是信徒们口里一直所吟唱的这首 通过这一系列超脱常理的事件 调查组终于确定所谓的太阳极大可能就是外星飞船 这也让他们立马着手对那首歌展开了研究 当其中的音符被转换成数字后 他们才惊讶地发现这竟是一个地球坐标 而坐标指向的则是一个叫做魔鬼塔的地方 意识到或许这就是外星人下一次降临的地点 军方随即就以毒气泄露为由将其方圆百里彻底封锁 接着又利用货车的伪装迅速朝着目的地赶去 然而变故却再次发生了 在不明飞行物曾出现过的小镇郊外 单亲妈妈阿珍出去倒垃圾时 就发现乌云密布的天空中再次浮现出了熟悉的圣光 并且光芒似乎还在朝着他缓缓靠近 这恐怖的一幕吓得他赶紧将所有的房门封死 正当他以为安全了的时候 一道光从烟囱里照了进来 可他刚颤抖着将其关上 窗帘又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开 手足无措的他只能紧紧地将儿子搂在怀里 也就在这时 地板上通风口的螺丝不仅自己扭开了 房间内所有的电器也好似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控制 瀕临崩溃的阿珍被吓得瘫倒在地 然而更让他绝望的是 这些意向消失在了天际 很快 在媒体的争相报道下 阿珍儿子被外星人绑架的消息被传得铺天盖地 眼看事态愈发的失控 政府高层只能尝试召开新闻发布会澄清 可会上的人都声称自己亲眼见到过外星飞船 这其中也包括了阿强 但由于没有一人留下过实质性的证据影像 所以不管他们如何争辩 高层仍旧咬死这一切纯属扯办 可越是欲盖弥彰 阿强的内心越是渴望真相 因为自从那天见到外星飞船后 他的脑海里就总是不受控制般地浮现出某种图案 可不管他是尝试画出来还是拼成模型 都始终无法将其彻底还原 这种物理看花的感觉让他逐渐崩溃 他也因此弄丢了工作 没日没夜地将自己锁在家里重复着堆屎的离谱操作 而看着丈夫这愈发疯癫的行为 再也无法忍受的妻子和他大吵了一架 这才将他骂醒 准备彻底放下内心执念的他 清除掉了家里所有关于外星飞船的资料 接着又一把将模型的山头扯断 可正是这无意中的操作让他的内心豁然开朗 原来这才是他脑海里那神秘图案的模样 恍然大悟后 阿强再次失去了理智 不管是家里的植被 还是附近的砖头 又或是路边的垃圾 所有能用得上的他都一股脑地塞进了房间 见到这一幕的妻子再次崩溃了 连睡衣都没换就带着孩子离开了 很快 阿强就用这些垃圾完美地将魔鬼塔还原了出来 可问题是他压根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哪里 这时 电视上刚好就报道出了魔鬼塔毒气泄露的新闻 与此同时 在看到这条新闻的阿珍也瞬间激动了起来 因为为了找到儿子 他也一直在寻找着这同样浮现在脑海里的地方 至此 不同际遇的两人再次相遇了 因为阿珍的儿子正是阿强之前在路上差点撞到的孩子 两人全然不顾军方的封锁 撞破一个个路障后 静止地就朝着魔鬼塔赶去 可行驶到一半 他们却还是被穿着防护服的士兵们拦了下来 在被强制遣返时 阿强才发现这里还有其余的闯入者 他们无一例外也都是受到了脑海里神秘画面的指引 可越是这样 阿强越不想认命 他用自己的生命当作堵住一把将防毒面具扯了下来 而结果也如他所料 这里并没有任何毒气 一切都只是军方的阴谋 可在绝对的权威面前 除了他和阿珍之外 也就只有其中一人敢为了真相逆流而上了 三人在一路狂奔之下终于来到了魔鬼塔 可刚爬到一半 他们却还是被巡查的直升机发现 为了拦住三人 军方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通过直升机朝着他们喷洒催眠药剂 跟来的同伴在体力不支之下不慎重招 当即就陷入了昏迷 而东躲西藏的阿强两人赶在最后时刻也成功登上了山顶 在见到眼前的一幕后 他们终于确定了心中的猜想 军方竟真的在这里建立了临时基地和降落场 也就在这时 浩瀚的夜空中划过几道流星 当流星逐渐靠近后 众人才发现这原来是三艘外星飞船 随即飞船就悬停在了基地中央 科研人员在机动之余 也立马尝试着播放起了那首代表着坐标的歌曲 在见到飞船竟真的给出了回应后 众人还来不及兴奋 飞船却在下一秒扬长而去 这一幕让所有人一头雾水 可等众人在一抬头时 又见到了让所有人此生难忘的场景 只见远处一大片的乌云正迅速地朝着山顶袭来 接着无数的外星飞船又从乌云内喷涌而出 最后 一艘庞大到足以遮天盖地的母舰 才缓缓地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这宏伟壮观的一幕让所有人愣在了原地 阿强和阿珍也趁机混进了人群之中 反应过来的研究人员再次播放起了音乐 而这似乎是他们验证人类是否存在智慧的方式 所以在同样给予回应后 飞船的底部缓缓打开 可在所有人翘首以盼的眼神中 走出来的却是几名人类的身影 原来他们正是二战时期战斗机上消失的飞行员 但已经没人在乎他们几十年都没有变化的容貌了 随后 越来越多的人从飞船内走了出来 这其中也包括了阿珍的儿子 喜吉儿T的阿珍一把将他抱住的同时 外星人也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容 只见他四肢修长身材瘦小 简直就是活生生的戏狗模样 在他挥手之间 无数的外星孩童又从飞船上走了下来 而这正是源头呆脑外星人形象的首次出现 意识到他们这似乎是在邀请客人的行为后 军方当即就将早已准备好的志愿者带了出来 阿强在主动申请之下也成为了其中之一 然而外星孩童在审视过后却只选中了阿强一人 就这样 在所有人祝福钦佩甚至带着羡慕的眼神中 阿强缓缓地走进了飞船内部 成为了那个唯一能够追寻宇宙真相的人